Hello,我是龙子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洋勇转身需要注意的动作细节 洋勇滚翻最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 距离滚翻前的动作次数 以五米棋为参考 没有五米棋的情况下 去找到一个固定的标识物作为你的参考 比如天花板的某个灯或某样物体 切记不要在滚翻前出现头部乱动乱看 并且减速的技术动作 在我们眼睛看到五米棋开始数动作 一次 两次 三次 翻身 一次自由泳手臂 加一次滚翻 这里要特别注意 翻身只有一次自由泳手臂动作 一次以上就是犯规了 随下动作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翻身成自由泳状态后 眼睛看向前方来确保 头部与持臂的距离 大于半个手臂以上 同时保证双手推直至身体两侧 快速滑行 再做滚翻动作 这里还有个小细节想跟大家分享 滚翻前可以自行添加一次小幅度的顶腿 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翻滚速度 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我是龙子 喜欢我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